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 赠出南情之数日后的行动甚是凶险 他使不愿把可在战场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于显阳和贾老道也搭进去 故谎称寒山令任务取消 并让于贾二人尽快离开苏州 贾老道背负于显阳前往鸭蛋桥 找专门倒腾围禁药品的日本浪人买马飞止痛 一针马飞下去之后于显阳头痛顿缓 逐渐恢复精神的他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也要完成刺杀任务 绝不能让日本人的阴谋得逞 是你带着那个小秋去抓三叔的 害得人家断了一只手不说 还被鬼子抓进牢里 我问你 什么叫身不由己 阿云 我们那些事情 人家太军查得已经很清楚了 如果我不去抓三老爷 我们全家都得死 你真把我当傻子 你哪里是想抓三叔 你是想抓我 抓我爹还有于大哥 阿云 好 我们今天就把话讲清楚 没错 我是想抓于显阳 如果不是于显阳的话 你和你爹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无润官 你好糊涂 小鬼子杀了我们这么多中国人 远的不说 我娘 路途弹都死在鬼子手里 于大哥帮我们报仇替我们出气 你竟然还想抓他 你的良心去哪里了 阿云 你在这里和我一口一个于大哥的 你倒是挺向着他的 没错 我就是向着他 不光我 你在苏州城里打听打听 谁不向着杀鬼子的一枝梅 总之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做半点对不起于大哥的事 小心你们老吴家的祖坟 被人跑了 二鬼子 三鬼子 阿云 其实说实话 我抓于显阳我不想拿他怎么样 我心里也不好受 我不想看他和你走得这么近 如果不是于显阳 你和你爹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我们俩早就成亲了你想过吗 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 田姑娘 田姑娘 快走 有个二鬼子往这边来了 别怕 可能是阿宝 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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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怎么了怎么干嘛 叫魂那 快回去吧 出事了 你爹他 中枪了 中枪 打哪里啊 严肃吗 打到头了 送 送 送过来的时候 已经没救了 谁 谁看的 听说是一直没杀的 于显阳 阿宝 与谁赢 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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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胡说八道 于大哥和任官他弟无冤无仇 怎么会杀他呢 阿宝 你跟我讲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是听我回来的人说的 一只梅在劳六团机场打伏击 风太大 打骗了 郁大哥一向枪法很好 不会打骗的 都惊死我了 你还想着他 任官 你听我说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任官 快 长官 你快去告诉我爹 说我去城里办点事 让他不用担心 钱姑娘 那你一定要小心 小的了 几十年的老交情 说着就走了 罢了 罢了 哪个让他领老了 骨头软 做了日本人的狗腿子的 这叫 天作念尚可恕 自作念 不可活呀 大先生 节哀顺变 各位 此次扶门机场行动失利 说明日本人已经对我们有所戒备 接下来的形势 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利 所以 根据尚风的指令 我宣布 此次行动 此次行动取消 行动小组就即解散 什么 解散 我们这个小组还没有热身呢 就要解散了 立刻解散 老道 这是卖家利银行的支票 三千块 不要嫌少 曾长官 老道这次寸功未利 这哪有光拿钱不干活的道理 拿着 保重你的身体 杀敌报国 曾长官 我怎么听你这话 觉得有点苗头不对 这件事都怪我 是我答应了 我听讲的怎么就没够看清楚呢 还两成功力 全让我给搞砸了 不怪你 责任在我 岳老弟 我给你的长官写了一封信 带上 封信 都是好话 没说别的 你是要放我回部队 老弟啊 之前你不是说 当兵的不杀鬼子 枉活人士吗 那你就回去多杀几个 让小鬼子血债血还 听我一句话 你 在战场上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人才 把自己的品性再修炼修炼 将来给我当个将军 曾长官 话我记住了 但我不走 打仗哪能没有输赢了 这回输了 我们下回应该大了 就这么夹着尾巴走了 太怂 这也不是我余显阳能干得出来的事 就是嘛 长言道 有赌未为输啊 再说了 我们本钱还在 大不了 跟鬼子们拼了 贾老道 终于听见你说一句真话 我们就真刀真枪的跟他们干 谁把谁啊 你们两个听我一句话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拆受 大仙子 阿渊来了 非要见你不可 他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怕这日本人怎么办 真稀的 人呢 这边 这边 我去看看 去吧 阿渊 师父 于大哥 你不好好在寒山市陪着你爹 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你还嫌这里不够乱吗 不是啊师父 恐怕你还不晓得吧 吴师伯 成人开枪给打死了 还有人说是于大哥干的 你在寒山市待着 这刚出的事你怎么知道的 是阿宝告诉我的 于大哥 这件事不是你干的对吧 这事还真是我干的 我刚才忘了问你 你枪法这么好怎么会打错人呢 肯定是小球让吴会长跟目标换了衣服 三百米开外 我连脸都看不见 我只能照着衣服开枪 这么讲 那一定是小球故意让丙蓉做了替死鬼 于大哥 这件事情可怨不得你 是那个小球太没有人性了 不行 我得找润官去 你找他干什么 于大哥 这件事情不能忍气吞声 必须把话说清楚了 小鬼子杀死了吴师伯 凭什么让你背黑锅 他说的对 应该让润官知道 到底是谁杀害了他父亲 可现在外面正乱套呢 你一个人跑来跑去我可不放心 走我陪你去 那怎么行呢 万一润官不听去 难为你怎么办 麻烦是我惹的 早晚都得解决 再说你们两家是市交 这件事只有我出面才能说清楚 你是不晓得他现在当了个什么队长 手底下有好几十个人 我怕他们不放过你 还有我呢 还有我呢 正好 老道闲着也是闲着 就陪着你们小两口走一趟 老道 你胡说些什么 老道 你这张嘴真应该好好管管 拉倒吧 你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 再讲了 你连枪都没有一条 就敢学人家当保镖啊 看见没有 这年头还得靠这家伙 有了这份底气 刀山火海 阿拉也敢去把下把下 关键时刻 还点假老道啊 爹 怎么说这就走了 留下一大家子 我要怎么搞 文官 看开店吧 看开店 舅子 我队长 节哀顺便吧 不行 我要给我爹报仇 我要给我爹报仇 报告队长 钱贵家来了 还论子干什么 把人给我请进来 可是 他还带了两个人过来 谁啊 一个自称是什么老道 还有一个 他说他是 于显阳 于显阳 来得正好啊 队长 死吧他死啊 来者不散 散者不来啊 兄弟们 你真是个人 臭傻伙 负 显阳老弟啊 这吴家够气派的啊 你看看这门面 人家瑞太祥是老子好 在大清的时候 人家就是这个 那又怎么样 这鬼子一来 别说瑞太祥了 整个苏州城都让他们祸害了 好 前姑娘 吴队长请你们进去 吴队长 这是什么鬼啊 那是皇军任命的 苏州治安队队长 呸 还皇军任命 真是的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等一下见到他 压着点火 走 站住 早死也不敲字字 任官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人在这里 七八条江顶着我 跑不了 是 薰玉丹 你少来这套 我爹不可能就这么白死 讲 为什么要杀我爹 你讲啊 主管 别冲动 听玉大哥给你解释 文官 我没别的意思 我是让你看看 你爹的衣服 是不是这身 我在机场对岸 拿着望眼镜看得清清楚楚 你爹进去的时候 穿的是深色的长袍马褂 可再从飞机上下来 就换上了这身衣服 什么意思 是小鬼子换了你爹的衣服 你知道吗 你给我闭嘴 就是大孩子我爹的 说日本人 跟我爹换了衣服 你有证据吗 你们谁看见了 你们谁看见了 若官 你别冲动 你自己好好想想 虞大哥他们根本就没有接近过你爹 这套西装也不是你爹的 除了小鬼子 谁还能干出这种缺德的事情来 他们明知道于大哥要打埋伏 还让你爹换了身衣服 顶在前面 那我够不找 我告诉你 于沈阳 沙夫是从不宫带典 胡大三 亏你们家还是做大买卖的 我给你打个比方 比如讲我去你们瑞太祥进货 钱也给了货也验了 可是半路出来一个租狗不如的东阳车捞掉了包 我们钱亏了货也没了 你一讲这笔账 是算在你们卖货的头上 还是我们买货的头上 老道 话说到这个份上 再往下说就没意思了 吴仁官 谁是杀你爹的凶手 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 你要非把这个屎盆子扣在我于沈阳的脑袋上 那是你的事 我还得和你说清楚了 刚才的那个功 是我给大先生和阿元的面子 你们父子俩给小鬼子当差 终归不会有好下场 我也劝你 能当人就别去当这个狗 话说清楚了 我们走 散坐 仁官 你又怎么了 你们两个可以走 阿元你要留下 我爹死了 按照老规矩 你得给我爹守灵 凭什么 就凭你是我未婚妻 是我们吴家的媳妇 我什么时候成了你们吴家的人了 我从来就没有答应过你 你是没答应 可是你爹和我爹答应了 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大先生可以作证 其满园 不要以为我爹死了 你就可以反悔了 你不是蛮我们的 你快死了 你快死了 我爹死了 我爹死了 是他 你快死了 你快死了 在 在里面 我这就找人来办退婚手续 从今往后 咱俩一刀两断 岳大哥 我们走 吴仁官 你以为你这七八条枪 能拦得住我吗 我既然来了 队长 就能走 小秋科长来了 于仙阳 我这几条枪挡不住你 小秋科长来了 还挡不住你吗 于大哥 我留下 你们走 不行 既然一起来了 那就一起走 大不了让他陪着 于大哥 小秋认识我 他知道我是吴仁官的未婚妻 所以我在这里不会有危险 你快走吧 于老弟 田姑娘讲得对 要是三个人一起走 说不定把田姑娘也打扫 要么你们两个走 要么谁都别想走 吴仁官 我们俩之间的事 是男人之间的事 阿元要是少了一根寒毛 下一个躺在这里的就是你 太军 您在里面操作 我去给您叫人去 不用了 我们是来拜计舞会的 刚才的事情 谁都不能讲出去 对 谁又是敢讲出去 一巴掌打上去 走吧 田姑娘不会有事的 走吧 走吧 走走走 客葬 客下 在下父亲被劫阵所害 希望客葬 客下能把我保重 您放心 刘泽是皇军的朋友 她的仇人 自然也是皇军的仇人 谢谢客葬 吴队长 还有一件事 我要问问你 你的那位未婚妻 知不知道余祥阳在哪里 他不知道 绝对不知道 客葬 客葬 客下 你放心 我这位婚妻 她经常惹死 但是这一次 我一定会严加看管 绝对不会有这么差错 你是应该严加看管 是 本来 她和你的那位岳仇 死同凶手 跟皇军作对 我是应该请她回宪兵队的 但是 原位是你的未婚妻 也算是皇军的家眷 所以我今天就放她一马 谢客葬 客下 不过 以后她如果 再惹是生非的话 我就为你试问 明白 绝对不会 还有 你想不想知道 是谁杀害了你的父亲 就是那个 于咸阳 于咸阳 可曾 客下 你一定要为我做错 你放心 我刚才已经说了 是你的仇人 也是我小秋的仇人 于咸阳 看你那点粗心 跟丢了魂似的 我怎么就这么不放心 你要去做什么呀 你现在回去叫添乱 叫越帮越忙小的吧 我们现在回去啊 打完了 解析了吧 跟鬼子拼了吧 可子弹她不长眼睛啊 万一伤了阿元姑娘怎么办 再说了 你是不要紧 我是不要紧 你有没有替阿元姑娘考虑过 有这个吴大少爷在 你觉得日本人 会把阿元姑娘怎么样吗 不会呀 这也就是目前唯一的办法了 吴会者 你为皇军效力 尽忠之手 陷入近人随远去 但终魂有存 陆队长 跟我说一说 寒沉寺那边进展如何 一切顺利 好 曾老弟啊 我这就动身了 明天中午就能把人给带回来 走之前 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 我一直担心火力不够 你能不能给我多带几个手雷回来 你想什么 这木霸手榴弹 我能给你凑几个就不错了 你可别跟我装球 你好歹是一个支队 你是饱汉子不知恶汉子机 有机枪吗 一定要带上 你还真说对了 机枪我还真有 不过在修枪锁呢 修没修好我就不知道了 那你们到底有什么装备 中正式 海洋灶 最多的就是大刀骗子 太仓促了 真是太仓促了 不然我可以从上海调一杯装备过来 你可别小看我们这个大刀骗子啊 关键的时候肉搏战 全靠它了好用着呢 长官 我跟你说 两位长官 器材我都检查过了 配件一样不少 还愣着干什么 马上出发 小心点 现在没完的 早讯早回 你就放心吧 老刀 我问你件事行吗 好 讲 你真的没娶过老婆呀 无量天尊 我们出家人不谈这个 和你说正经的呢 看着我干什么 我是看你这副花痴的嘴脸还质不质的好 要我说 于老弟 你呢 也别回什么部队了 干脆跟老刀一起去上海 按了两个斗长枪加短炮 看看谁还敢跟我们比苗头 等他混出个什么名堂来 把你的老小往上海滩那么一剑 死里扬藏高的仰望的那叫爽 少给我花大饼 我于显阳就是个穷当兵的 自己有多大本事我自己知道 你老道有本事 在上海滩混啊 跑到苏州来干什么 干什么呀 于老弟 做人要厚道 骂人别接短 再说老道这番话也都是为了你好 你看人家钱姑娘为了救你 不惜把自己押在吴家做人质 我先不讲人家钱姑娘长得像花一样 就冲人家这份仗义 你死的吗 舍不得 根本后来 我刚到苏州的时候 我就像个鬼一样 藏在那片废墟里 也不觉得冷 也不觉得饿 因为我知道 我是来报仇的 有一天去打鬼子 不小心挨了一下 就一个人 在那条黑咕隆咚的大街上到处乱撞 撞得我精疲力尽 撞得我 以为这条小命就到此为止了 后来你猜怎么样 这还用猜码 要么就是英雄救美女 要么就是美女救英雄 戏文里都是这么藏的 可惜呀 老道妹这个运气 从来没有遇到过 我命好 我撞见了 我撞见了前姑娘 我到现在为止 都觉得跟做梦似的 因为只有梦里 才能见到那么好看 那么善良的姑娘 我现在也明白了 咱当兵打仗 不光是为了死去的人 更是为了活着的人 为了活着的人 所以我舍不得 正因为舍不得 我才要跟小鬼子拼命 我得把他们赶出中国去 把这帮土匪王八蛋 赶出中国去 这样阿渊他们 才能过上好日子 老头 你说我说得对吗 对 来 来 老弟 喝 来 阿渊 我有话要同你讲 什么 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阿渊 我问你 你和那个姓渝的什么关系 什么什么关系 你跟我说老实话 你们是不是好上了 仁官 这样的话你以后不要再说了 一来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你 二来我们不合适 谁合适 那个姓渝的吗 他害死了多少人 对你也合适吗 你傻 至少我跟他在一起 觉得心里特别踏实 天塌下来有人帮我顶着 吃再大的苦有人把我扛着 别说了 阿渊我告诉你 有我在 你休想 你讲什么 我讲有我在 你休想 今天日本人同我讲了 我要看住你 你要是跑了 我也要跟着一起倒霉 仁官 起初我以为你的确是身不由己 可是没想到 你是心甘其冤替鬼子卖命 你想什么我都无所谓 重要的是你必须留在这里 告诉你阿渊 从今天开始 哪里都闭上去 老老实实站着给我带着 来 来 来 人官 你放我出去 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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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弟 醒醒 醒醒 喝多了吧 活该 四斤多酒你喝了一半多 真把老道的钞票不当钱 坏了 老道 我这头疼的毛病又犯了 那要不要马上找个旅馆 让你好好睡一觉 不行 咱们得赶紧回海山寺去 得跟钱师傅打个招呼 好吧 那快走吧 时间不早了 来来来 走 来 走 出什么事了 日本人把路给疯了 听说是一个什么王爷要来 好 王爷 去看看 你的头 不疼了 尊敬的秦王殿下 我们又在苏州城见面了 尊敬的秦王殿下 这苏州 比起南京来那可是差远了 虽然如此 我还是为您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入城仪式 仪式 我们全且就把这里当作南京的中山门吧 哦 敬礼 小字本在搞什么呀 有人哪 小字本在搞什么来了 他们在搞如此 这帮我霸丹 在南京杀了我们那么多人 还在这里嫌美妆 老爹 别恼火 藏岩道 缺了腿的蛤蟆跳不了都高了 老爹 你怎么了 你不要吓我 老道 我不行了 快带我去鸭蛋桥 好好好 我带你去鸭蛋桥 撑住啊 撑住啊老爹 看你小子下次还敢不敢这样往死里喝 两位大哥 刚才打那一针不会不给钱吧 讲什么呀 我们相对做人吗 拉倒吧 上回我被暴打了一顿还不算 还直接把我的衣服给扒了 你还要这么思考 小日本的药就是管用 一针就领 都是让这般小日本给气的 不 我不是日本人 我是东北的 两回词 口音都不一样 你别带着去 中国人 干啥 就是不一样吗 老道 我跟你商量一件事 怎么算 要不我们俩把这单买卖给做了 哪个活 不是 我们自己该 这帮小鬼子太张狂了 趁着这个亲王还在 我们就抓住这次机会 好好地收拾他一下 自己干 自己干 怕火力不够 你这俩敢瞧我们哪个活 我们得搞点真家伙 两位大哥 你们想要什么家伙 大哥 你想要什么家伙 我这里什么都有 有钱有钱 有炮有炮 你还倒卖军火 这年头 干啥赚钱 我就倒他傻 那你讲讲 你那里都有什么 你们等着 你们看 真有啊 子弹有多少 广告 广告 不可以 这光有三八大概 有个屁用 干这活 最好要有炸弹那种 一碰就炸的炸弹 小鬼子天花手来有吗 这个倒是真没有 不过 不过 只要你们付得起这个 我就能把你们搞定 大哥 卖家利银行的资票 我想开多少就开多少 行的 这样行的 我直接找人跟你们交易 我只要收这个数 不不不 这个数 这个数 这还像个人 郭兄 大先生 时间紧迫 我们并分两路 这样你们两个人呢 去找人 去找货 只要他有东西 刚才我说过 花多少钱咱们都要 我现在呢 去一趟旗袍店 争取和金钗联系上 但是无论如何 下午三点钟 我们一定要在那里碰头 走吧 老道 时间不等人 我们分头行动 你去弄手雷 我去寒山寺 我们城里见 不要再城里 我干脆上寒山寺去找你吧 那里清静 顺便还能四死枪 那也行 那就这么定了 别再说我欠你账了 拿了手雷 这就是你的 你说什么 果然是气蛙神族 唯妙为效啊 贫圣以为即使是尊师祖唐人摘弓在世 但是其刀工和技法也不过如此 这可万蛮不敢当 祖师爷既以通神 其是我晚辈所能挤进 不过这块杯 确实是我生平磕得最满意的一块 用它来瞒过日本人的眼睛 虽说是有些糟茧 但应该也是绰绰有余了 阿弥陀佛 前师父为保寒山寺的佛门至宝 可以说是功德无量 请受贫僧一拜 不敢当 此乃本出分内之事 何足挂齿啊 善哉 请接二二九 还有一件事 想必殿下听了会很感兴趣 什么事 苏州将以风桥叶波石碑参展东亚波兰会 我们想在寒山寺举办一个隆重的交备仪式 这时寒山寺的住持将会率众 将这块石碑交到您的手上 仪式日中相互提携 有好亲善之意 太好了 真是个好消息 宋青军 你瞧瞧 你给我的这张照片 我可是随身携带 当作宝贝收藏 宋青军 真是 不怕你笑话 我时不时就会拿出来欣赏一下 这么说吧 看见你和石碑的流影 我就羡慕你啊 好 亲王不必羡慕 等这块石碑运到了国内 您就可以天天抱着它睡大觉了 宋青军 在 你不会是在讽刺我吧 我怎么敢呢 大师 这块碑已经刻好了 秋等哪天晚上把它换回来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建师傅 你有所不知啊 日本人生怕这石碑有失 于是加强了兵力日夜守护 现在如何才能做到移花接木儿 偏僧也是头疼得很哪 难道说 他们知道了我们的打算了 那倒没有 大师 麦 洆师傅 有 小鬼子 我看外面全是小鬼子 估计你们就在这里讲话呢 于是主 于老弟 你总算回来了 我问你 阿元有消息吗 钱师傅 我这次回来 就是给阿元传话来的 阿元说 这个吴家这两天事多 他留下来帮忙 让你千万别着急 这丫头 我能不着急吗 你说 那吴掌柜到底怎么了 我听长光说了一句 他怎么也说不明白 你跟我说说 我这一时半刻的 我也和你讲不清楚 反正我是要去办一件事 如果这件事办得顺利的话 我顺道把阿元给你带回来 好 要是万一中间有什么耽搁的话 你就去找大先生 好好 我去找大先生 可不是这两天去 这两天城里来了个亲王 正是查得严的时候 你是说朝香宫就业王吧 这个名字吧 反正听着像鸟鸣 这日本人的名字吧 搞不清楚 不是井口 要不就是山上树下什么的 乱得很 但是这个人的名字 一定要永远记住 因为他就是 在南京城里杀害我成千上万同胞的 日本刽子手的指挥官 你是说这个混蛋是南京图城的凶手 就是他 他叫朝香宫就业 是日本陆军的一个中教 曾任上海派遣军的司令官 也是南京战役的临时总指挥官 这个人在南京城发布了一系列的杀人令 最简单最直接的杀人令只有四个字 全部杀掉 这家伙要是抓掉他非扒了他的皮不可 怪不得小鬼子要给他搞个入城市呢 日本人他就喜欢搞这一套 所谓的什么仪式感 简单说吧 一个简单的会晤 那什么人穿什么衣服 站在何处坐在何方 那就连会议的流程桌椅的摆放 那也是等其分明丝毫差错不得 大师 你怎么对小鬼子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么了解 贫僧当年曾经去过日本 所以对这个国家有所了解 要是换做他处 贫僧也就讲不出个门道了 吉元军 楚会长好久不见了 又给你添麻烦了 楚会长客气了 金子小姐已经到了 请吧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跟你常提起的李勤子 请多关照 显春雨军事委员会电讯总台报务员 那咱们是同行 我今天带春雨过来 就是想让你们见一面 因为从明天开始 就由春雨跟你担心联系 明天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明天人很多 你们进不去 运有天定 事在人为 就算你进去了 也未必就能够得手啊 人生皆有死 在乎死得其所 我明白了 我还有一个请求 如果明天我们的行动失败 你一定要把会谈的记录拿到手 然后交给春雨 曾长官 你约了郭掌柜下午三点钟见面 要不我先赶回去 把明天需要的东西都给准备齐 好的 我先回日本 在京都稍作停留 然后就回汉城去 在外面漂泊这么多年 回家 真好 是啊 终于可以回去了 等我回去的时候 满城的木槿花 也都该开了吧 还有我的汉江 会不会还像以前那样 那么的清澈 我小时候的记忆里 江面上 有好多白色的水鸟 飞来飞去的 楚南 你不是一直想要去看一看吗 我为你能够 你来 我等你 不来 我也等你 我说老弟呀 你介绍的这位仁兄在哪条道上混啊 怎么那么大谱啊 叫我等这么长时间 兴许是有什么急事给耽误了 再等等 再等等 我们上海滩呀 有一位杜先生 他讲过这么一句话 做人呢 要吃三碗面 人面 情面 还有产面 一马呀 这话说敞亮 敞亮 如果说 你哪碗面都吃不上 那就干脆不要出来混了 回你的满洲国去种地 最起码还有口饭吃 大哥 你不要门缝里面看眼 把人看扁了呀 你去扫听扫听 我岔不眼 在苏州城 还是有点面子的 好 那这个话我先听着 等买卖做成了 我们再讲别的 你就放心吧 我这个朋友也是场面人 他要答应的事 就算赔钱 也会把事情办好的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接着等咯 再等一等 再等一等 来了 说凑凑 凑凑到 里面紧 黑皮 回来 你怎么回事 怎么现在才来 别讲了 差点脱不开身的 怎么了 来了个日本王爷 上面有了个全城戒严 禁止高架 所以我才来晚了 来 介绍认识一下 怎么是能 我们 见过 少装下 那天 那天在屋队长家见过的 我同意讲啊 这事也没法做 等一下 老板爷 这个 是怎么回事 黑皮 你到底怎么回事 快快快快快快 你敢动啊 昨天我们两个差点都走了 都走了 你是 黑皮 不错 不错 一边是仇家 一边是朋友 自己选吧 走 同你们做买卖啊 风险有点大 老弟啊 俗话讲得好 富贵险中求 坐吧 坐 坐 坐 来 黑皮 听说 你那里有田瓜搜雷啊 有啊 好啊 在哪里交货啊 让你打听的事情打听了吗 打听了 是黑皮管着仓库 这个人胆子大 为了钱什么都敢做 哦 只要他敢要 我们就敢给 你现在就去找他 同的讲 找到了一个上海的大买家 给他 这个书 两位万佑啊 万佑啊 你们在那里等我啊 我去去就回 很快 我说你小子 不会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吧 你放心 十分钟 一去一回 十分钟 可以 只要我一拿到货 支票就是你的 好 干什么 我 都做死 没事情做虚落去 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找你有事呗 还能做什么 我没有时间理你啊 行吗 走走走走走 有什么事明天讲 没空是吧 这是您讲的啊 你要是这么讲的话 那钱打水漂了 我走了 什么 什么叫做钱打水漂 上海来的买家 花高价买你手里的甜瓜手雷 这怎么又是甜瓜手雷 又是什么意思啊 你还有别的买家是吧 没有 没什么 没什么 那没关系啊 有多少算多少 行吗 那这个怎么讲 这个书 行 爹 我离小妹妹狗 来 黑皮啊 你这 太敢要了 这讲好了这个书 这个东西 紧敲的 不 外面人脉吗 是吧 物以兮为贵 你是真黑 不愧你叫黑皮 太黑了 一分加钱一分货色 这个扬州能够当狗肉脉吗 生意场上的事情 你碰到手 行 我也不跟你讲了 就这个书 人家买家给的价 我又不好做主 这家兄弟啊 能干 要凑多少水头 我好吧 你看着给就行 不要看着给啊 这往来算轻账 事后免商量 能还是搞清楚 一顿酒钱 一顿酒钱那是多少啊 是吧 正所谓 是可不计酒 生意论分毫 你还一套一套的啊 行 听你的 那这样 你取的货 去大长车行找我 一锁交钱 一锁交货 肯定的啊 行 那我走吧 好 好 完了 这笔买买要黄喽 再等等 再等等呗 再等下去啊 日本宪兵该来找我们了 来就来 他不来找咱们 咱们还要找他去 走 咱们进去 疯了 这可是宪兵队 宪兵队怎么了 宪兵队还不跟自己家开的一样 走 这个小子 干什么的 自己人 自己人 我是监护的宗兵卫 刚到苏州不久 在这边开了家道场 原来是个浪人 你们到宪兵队来干什么 实不相反 治安队有个叫黑皮的家伙 欠了我们一些赌战 所以特来讨药 你看我们是进去找他 还是劳你们大驾 把他给喊出来 黑皮 不认识 你过来 你认识一个叫黑皮的家伙吗 认识 他是问你 黑皮在不在里面 黑皮 在 你看黑皮在里面躲着 我们是进去找他 还是 马克 你以为这里是菜市场吗 要是你们吵起来 成何体统 被长官阁下发现了 我们全都得A吗 请让我们进去找他 这件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 去吧 好好的少量 不要把事情弄大了 明白明白 多谢 多谢 多谢了 去吧 谢谢各位 阿里葛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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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里 这是给我们准备的吧 阿哥 这批货呢 刚才有人出了高价钱 我准备就卖给他们了 黑皮 你 你怎么这么不讲学友 凡事都能有个先来后段吧 插把眼睛懂的啦 出门嘛 要看天气的啦 买卖要看行情了 是吧 这么好的货车能见卖的 高度 阿哥 你去吧 能干下去 对 算了 这个小厨佬他只认钱的 小的吧 到不了以后我们不要和他做生意了 这个不太好吧 他不是人 别怪我不义 去看看 我去把风 擦把眼过来 过来 好东西 不要浪费了 快 拿着这个 快 快 大哥 你干啥呢 走啊 走 走 走走走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 阁下 我是江湖的宗兵卫 报告队长阁下 他是来自江湖的浪人 说来这边讨要赌债的 要赌债 是 那你呢 太阶 我 我是大大的良民 我今天正好闲着没事 所以我就陪着他走一趟 不信你问他 是 是 是 投资 一趟 大小阁 你怎么会得罪出 新空 快 快 快 太阶 走 快 快 快 追 快撤 快撤 好 好像是先兵队的方向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对了 我刚才看见是什么老道了 老迪 要这样的话 这比买卖就做不成了 阿宝 你跑一趟 去看看怎么个情况 行 我直接去 拳救 一拳拳救 我是冤枉的 又是吧 可点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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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冤枉的 我真的是冤枉的 怎么回事 可点个下 一个江湖的狼人和一个中国人企图盗戏军火 还好被我们发现了 可点个下 我是冤枉的 真的 我是冤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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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一个侥幸逃走了 还有一个当长被抓死的 不可 这里马上就要举行一个重要的会议 竟然发出这样的事情 简直是不可思议 可点个下 这个地方 既是监狱 又是治安队 还有宪兵队 特可可 实在是 太混乱 太拥挤了 吴队长 在 我命令你们的治安队 配合宪兵队 联谊 把人犯转到十字口监狱 不得一无 是 还有 你的这些人里边 有没有精明能干的 挑选一个 不得了 我任命的当十字口监狱的狱警队者 有没有 客厂阁下 你可能有所不知 那不是人呆的地方 这些兄弟 我愿意 我愿意 你 客厂阁下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将功补过 黑皮犯了什么事 这个人应该看守仓库 可是他玩乎之少 你当处死 可整个下 我真的什么都不晓得 我在清点物资 然后他们就进来了 然后他们就把我 打倒了 然后你看 头后面这么大可不 别恶心 你 既然你自己提出的要求 那我就成全你 但是 如果你再有失误的话 你就呆在身子口 永远不要出来了 是 我一定不如使命 你 延防死手 客厂阁下 我们已经算了清点 除了爆炸的两个狩猎之外 其他的物资 没有什么损失 你确定是那个江湖浪人干的 可这可是 我已经温古为兵 那个人的确是江湖人 应该错不了 那另一个 会不会是 于显妍 应该不会 那个人身材收小 而且 看上去四十多岁了 是吗 你见过于显妍吧 我们两个人 根本没见过他本人 你又怎么能确定 于显妍 我觉得 他跟今天的人 有某种联系 会见得 你难道没有发现 这根枪上的瞄准镜 消失不见了 老大 你太神了 居然把这个宝贝给我弄回来了 这可是我爹亲手给我做的 你看看这做工这么细 不比德国人的德国祸差 怎么了 去一趟变哑巴了 不会讲话了 我再想啊 明天这葬还打不打 打呀 那还用想啊 怎么打 就凭我们这两把枪 这宝贝不是回来了吗 我们打伏击呀 打伏击 做得比唱得还好听 你小的线路头吗 你四千踩过点吗 你小的真正要打的人在哪里吗 算了算了 不想了不想了 盘门怎么样 这小鬼子的王爷不是住在租界吗 他去宪兵队开会 不会不出门吧 我们就去租界给他来一个开门红 那人家要是走南门呢 或者走虚门呢 那你不是白等了 再讲了 那个武汉代表才是我们的目标 你打那个王爷有什么用 老道今天同你把话讲死了 打伏击这条路绝对走不通 你不是能掐我会算吗 你得掐指算算 这谈判代表究竟走哪条路 好了好了 今天出师不力 又被鬼子骂了一顿 这肚子里全都是气 你别招惹我 别胡说了 小鬼子骂你你听得懂啊 他讲的什么 我是没听到 可骂人的话我听懂啊 讲什么 我们中国人是什么 蠢的像头猪 我就呸 我看这日本人才像条狗呢 那个东阳词咯 好像就是你讲的那个叫什么 渡边 撒你全家那个 你很无聊 我太疯忍你 你太疯忍你了 你这种人 我太疯忍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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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疯忍你了 感谢观看